从18岁就开始为戏剧写歌 曾经为电影写过歌 就这样跟徐克导演合作的 那个《女人不坏》的主题曲 还有《花木兰》 在几年前也曾经为一部动画片 《大护法》给了我一个命题 作文就想要去的地方 后来我看完了我就去欧洲了 然后去完欧洲就在那个地方 我就想到了这部戏的画面 突然间我就哼 你知道乌克兰它有很多教堂 平静 而且乌克兰又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然后这个旋律是不断地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前奏的 这个旋律去慢慢地去延伸 后来整首歌曲就完成了 除了导演给我这个歌名之外呢 他还告诉我说 这首歌曲将会是 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 关晓彤会唱这首歌 然后我就去做功课啦 当然我也知道他是演员嘛 他不是专业的歌手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也不能够写太多很深奥的技巧 我要用简单的一些旋律去展现一种就是他想要去的地方 路途有多遥远 有多坎坷 但是他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说 我知道你在那边等我的那种感觉 你看我设计了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我主要是因为要考量到小彤 他唱起来不会那么难 然后我要出发啦 天很宽 路很长 换一遍 Ooo Ooo Ooo